大家好,我們又見面 你一見我,你又發人 恭喜發財,恭喜恭喜 你好,我好,大家一切好 好嗎? 其實我今天是坐賀 正式看風水 這兩天我還會逗留在坐賀 這裡看風水 這樣拜六 我就要坐船去白登島 去白登島 其實是做兩樣的 第一,就是幫人解降頭 第二,就是看風水 這樣拜登那裏華人比較多 亦是一個旅遊勝地的島嶼 是屬於引迷 所以我們整班工作人員 我們都會過去 大家都會幫幫幫手 因為事態有嚴重性 我就需要助手幫幫我 一起去處理這件事 再下來,我想跟大家說 新加坡的朋友很多 都說我有沒有民事 其實我會在坐賀民事 新加坡暫時我是提風水 下來來說 我都會逗留在坐賀 應該一兩個星期 下來之後 我就會去廣州 我跟大家說了 所以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嗎? 現在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很多人有皮膚病 其實皮膚病可能是基因的問題 第二來說 可能食的問題 或者血液有問題 也會影響到皮膚敏感 或者皮膚癢養 和皮膚濕疹 和生鮮 都是有這樣的情形 這是純粹一個巧合 今天的風水教學 跟大家說 有時因為某些因素影響到皮膚 但有些人有這樣的情形 是不會影響到皮膚 是見仁見智的 首先你們大家看到我這個沙發 看是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 是沙發 一張難的沙發 其實你們看不看到 這些脫掉了 這些脫掉了 脫掉了皮膚 表面脫掉了 你們最好就不要用了 第一 這個會影響到 剛才我所說的 會影響到皮膚病 可能家庭成員的人 就會有皮膚病 提議來說 運數會很低 會很壞 真是壞到貼地 是否有這麼誇張 師傅 其實真的有些人 他不捨得扔你 如果你的沙發 繼續保留回家 你沒有了生氣 沒有了活氣 沒有了才氣 亦沒有了金櫃 你們有沒有聽過金櫃 金櫃星君 就是上天賜給你的橫財 所以你們要橫財 如果家裡有爛椅 爛椅 你們就要丟掉 你知道嗎 爛的桌子都要丟掉 你不要收起來做紀念 不要的 大二來說 關於鐵門 我帶大家看一下 大家出來看到 鐵門已經脫掉色 脫掉漆 而且又生瘦 所以門有門神 你看看 生瘦 你看看 脫掉色的 下面全部生瘦 很明顯的 這樣 如果這樣的大門口 你這樣來難發 而且脫掉色 退色 坦白說 財運不會進你的屋 財神都打算 掉頭走 你明白嗎 找路走 我跟你說 所以你們要記得 皮膚痕癢 可能是你的梳化 或者其他的因素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要讓你知道 還有你看看 這些全部 氣泡泡 這些 看到沒有 剝落 這些 我們叫剝落 這些木 都掉色 掉漆 這些全部 大家看到 所以如果家裡 有這樣的情形 還有 有這樣的東西 你們最好 游出漆去 但是游出也有分色水 都要適合你的佈局 和適合你的格局 和適合你的住家的五行 所以風水的教學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也會明白很多東西 什麼應該 什麼不應該 所以說 有些人 家裡雖然是 好像我剛才所說 鐵門掉色 梳化 皮膚 有些人就沒事 但是 運數 十年就餘一日 二十年都是餘一日 都是這樣 沒有變 所以大家要明白 如果有異常的問題 打個比喻 有皮膚病 財運不亨通 那張椅子 你可以重新包裹 或者是掉下去 如果不捨得 你可以重新再包裹 包裹應該經濟很多 如果買過新的 又要花不費用 如果鐵門 最好游出漆 因為鐵門 大門口是有貴人 亦有財神 亦有門神 如果是說 你的門 又流油了 靚靚的漆 來講 財運自然亨通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皮膚病 你們可以用這個茶葉 來洗澡也是可以的 拿多少綠寶茶 放在那裡浸去 長期沖多少量 可能會幫助你的皮膚病 不妨試一下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後會有期 拜拜